那可以看課本 我們今天講這個主題 人稱代名詞 之前老師只是跟你介紹說 人稱代名詞當主格的部分 這個你還記得嗎 我 是不是 Joe 你呢 度 他 他有男生跟女生 L Asia 還有您 您 我們放在第三人稱 主要是因為他的動詞變化是用第三人稱的動詞變化 usted 這個人稱 還有複數是 nosotros 那他有陰性 nosotras vosotros 你們 他有陰性的 vosotras Ejos, ellas, ustedes 這個還記得吧 你們還記得說 nosotros有幾種情況 是不是兩種 一個是什麼 如果全部都女生 我就是用下面這個 nosotras 那如果有男生 也有女生 我還是用陽性複數 那也有可能是全部都是男生 nosotros 這個記得嘛 其他這些 比如說西班牙語 我想已經到了終極或進階課程 你要開始記一些西班牙語的 語言 就是語法上的一些術語 比如說人稱代名詞 我們西班牙語叫做 pronombres personales 人稱代名詞 那右邊 左邊 singular 單數 左邊 plural 複數 有些可能跟英文拼法很像 好 那我們回來看 好 這個你可以參考課本第五月到第八月 那今天我們要講了幾個重點 中文西班牙語的差異 然後人稱代名詞 再來就是 比較困難的就是第三點跟第四點 有所謂的中讀人稱代名詞 和介系詞連用的人稱形式 第四個是非中讀人稱代名詞 當直接受詞跟進階受詞 第四個會比較困難 那你要先把這些人稱代名詞 一個一個都把它記下來 那你再去應用 那待會我們看 我們先看這個 中文跟西班牙語的差異 以前老師問過你們 中文有沒有冠詞 中文沒有 中文沒有冠詞 像這些 那些是冠詞嗎 不是 在語法上我們是把它稱之為限定詞 或只是代名詞 只是形容詞 我們沒有冠詞 像西班牙語的冠詞有哪些 你們還記得嗎 有沒有印象 這課本四十九頁也是在基礎這一本 有八個不是嗎 英文只有兩個嘛 THE還有A 那如果是後面接母音有AN 西班牙語有八個嘛 比如說單數L還有LA 對不對 這是定冠詞 那不定冠詞就是UN跟UNA 這你要去複習喔 那中文沒有冠詞 中文沒有冠詞 那中文也不可能有 所謂的動詞詞尾變化 有沒有可能不可能嗎 我們那個方塊字 你有可能在後面加S嗎 沒有啊 那西班牙語 哇這部分就是很精彩了 很豐富了 比英文還要豐富 那它都是透過這些動詞詞尾的變化 去告訴你 這個動詞它代表的人稱 是第幾人稱 你回想一下嘛 譬如說Trabajo 是第幾人稱 你們問一下 這剛剛我們都教過啦 Trabajo 是什麼意思 我工作嘛 Trabajo O結尾 你看這個O結尾 就是它的詞尾變化 那時態呢 時態就Diempo 它是哪一個時態 現在是 第幾人稱 第一啊 我啊 我工作嘛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它的動詞變化 就可以告訴你說 是哪個時間 哪一個人稱 我們中文看不出來啊 中文工作就工作 你前面再放一個 再放一個人稱就可以了 老師以前不是舉過一個例子嗎 比如說你現在剛剛進來 我說你去哪裡 那你說 你學生回答 我去吃飯 這個時候 應該有哪個時態 過去是嗎 因為你現在進來 那你去哪裡 可能你剛剛去吃飯 那如果是我們現在要下課了 你要出去了 你要走出去 我說你去哪裡 你說我去吃飯 那你要用哪個時態 未來是啊 那中文就沒有啊 我們的漢字 你只能夠去體會 所以中文 中文是一個語役 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語役 語役取向的語言 那西班牙語是句法 所謂的句法就是 包含它的單字裡面的那些構詞 動詞變化 它都交代得很清楚 騙不了人 那我們中文就是稍微有一些 有些地方會模擬兩可 不清不楚 這是兩個語言最大的差異 這頁我們剛講過了 我們複習一下 那同學跟老師再唸一下 我看有些同學可能太久 沒有接觸了 有點忘了 來 yo tu 有中音標記注意 el ella usted 好 複數 nosotros nosotras vosotras vosotras ellos ellas ustedes 我們把這個西文的人生代名詞也唸一下 你要開始去記了 pronombres personales 其實跟英文有點像 英文人稱代名詞就pronounce 是不是 好 單數singular 複數 複數 plural 到這邊應該都 還有印象 好 那我們講一下人生代名詞 西班牙語的人生代名詞 它有分為兩種 你剛剛唸的上一頁 你唸到那個什麼 jo du la jia nosotras nosotras 等等 這個是屬於中毒人生代名詞 這邊講說中毒 指的時候它唸的 它的發音上會比較用力一點 比如說 毒音比較強一點 中毒 你唸 譬如說唸jo 你唸起來是不是很有力 jo du 那非中毒人生代名詞 待會我們會看 相信之下 它在唸的時候 就有點像強母音 跟弱母音的區別 就在發音上面 它是用這個方式去區別 所以把它給 給它的兩個名稱 一個叫做中毒人生代名詞 另外一個叫做 非中毒人生代名詞 那你也可以想一想 像你剛剛唸的那一頁 jo du la jia 等等 這些在句子裡面 它都是當什麼 主詞 對不對 但是西班牙語的主詞 我是不是可以省略不講 對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動詞 不錯 你們還記得 動詞裡面 它的詞尾變化 就暗示了 這是哪一個人稱 所以說你常看到西班牙人講話 你看一篇小說 或是一篇文章 你會發現 西班牙語在某 有時候覺得它的那個 翻譯出來的比較短一點 因為它少了那些人稱代名詞的 它不用寫出來啊 因為動詞裡面就告訴你了嘛 好 那你可能要記一下 老師剛剛跟妳講 非中毒人生代名詞 可能對初學者稍微有點辛苦 有點困難 那你先知道一下 非中毒人生代名詞 在句子裡面 它會當進階受詞 或直接受詞 還有一個是反身代名詞 進階受詞 直接受詞 這個應該聽得懂吧 好 那這個表格 課本應該有吧 課本在第幾頁 我記得我有列出來 第1 第7 第8 第6 這頁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們現在學到的就是 最左邊這一欄 對不對 這頁已經很熟悉了 那 第二欄應該也不陌生吧 反身代名詞應該也不陌生吧 有沒有 我們不是開學 剛開始學西班牙語的時候 老師教你第一句話 como de jamas 那有沒有回答說 me jamo 那時候都不要去管 都不要去管文法 其實語言的學習 應該像小孩子一樣這樣學 反正聽了就講 講錯了沒關係 聽得懂就好 那但是你開始 現在大學了 開始學西班牙語 可能就給你整理出來 告訴你說 這個me 就是反身代名詞 那那個 me jamo de jamas 怎麼變過來的 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也許後面的課程 未來幾週 如果有提到的話 我會再告訴你 再複習一次 好 所以這個me de se nos os se 應該知道吧 我們還是用這個 iamo 比如說jamarse 叫 我們來做一次練習 好不好 比如說我叫怎麼說 me jamo 那你呢 te jamas 好 如果第三人稱 你看第三人稱 單數跟副數 我們通通用se 如果說他叫 或是您叫 Jose 我們要怎麼說 Se llama Jose 對不對 好 我們兩個人介紹 Nos jamamos 你們呢 Os jamais 好 他們或是你們 Se llama Luis Y Maria 不錯啊 你們還記得很好 好 那這樣很好 這樣就 表示你沒有忘記以前的 所以到第二欄 如果你都ok 再來介紹下面這兩欄 應該不會很困難 好 那你現在看到第三欄 跟第四欄 老師會用顏色 你就會發現 有顏色的部分 才會不一樣 其他像 mete 跟nos os 你看通通都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問題 你都是出在第三人稱 單數跟副數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要去區別 那你先看 直接受詞 你先記一下 當直接受詞的時候 比如說他 我們就用了來替代 男生的他用了來替代 你的女生的他就用了 那您 我們一般也是用了中心代名詞來替代 好 副數型就下面這個los Las 間接受詞 我們就換成了 那複數型用les 我們馬上會看句子 只是說這個表格 先讓你認識一下 那待會看範例的時候 你還是要回來看這邊 就比較知道說 哪一個是 他語法功用上 到底是間接受詞呢 還是直接受詞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中讀人稱代名詞 就是剛剛你提到的 像 yo do el nosotros vosotros 那這些人稱 它跟介系詞連用 什麼叫做跟介系詞連用 比如說 為了你 英文怎麼說 for you 對不對 或是跟我呢 with me 這個就是介系詞加上 一個人稱代名詞 那西班牙語 你就套用過來嘛 老師現在講的也是這個概念 就是 中讀人稱代名詞 就是你剛剛學到的 比如說 yo do el A甲等等 他跟介系詞連用的時候 有些地方就沒有改變 有些地方 他的那個人稱 那個拼寫方式會有些改變 比如說你看老師塗成黃色的 這個就有改變了 好 比如說 嗯 嗯 主格如果是我 就 這個你剛剛有記得嗎 主格是我 這個是中讀人稱代名詞 他如果跟介系詞搭配的時候 他就改成me me 那如果跟你的話就改成 d d d 那其他的就沒有 就沒有任何改變 你還是用 nosotros vosotros 這個我們先講 待會兒給你看範例 那比較特別的是 yo跟度這兩個人稱 如果我跟 com 這個介系詞 com的意思 等於英文的with 就是和 和的意思 如果跟我呢 我就一定要這樣子寫 comigo 就是with me 我現在塗成黃色 都是固定的寫法 這個單字你字典上查得到 他就是這樣拼寫 那你如果要 後面補充就寫with me 可是英文的with me 在西班牙語就是寫成這個字 comigo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是屬於 中讀人稱代名詞 加上介系詞的形式 第一人稱yo 跟我在一起 你要說成 comigo 這句話 談戀愛的時候很好講 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就下面這句 西班牙語很多情歌 為了跟你在一起 comigo 就第二個 comigo with you 好 你可以看到 就是跟jo do 搭配介系詞的時候 他那個人稱 主格的部分 會有改變 但是其他 我塗成藍色的 nosotros vosotros 這個就沒有改變了 所以跟你們在一起 我還是講成 com vosotros 跟我們在一起 我還是講成 con nosotros 所以有改變的 其實我學到現在 就是這樣子 我塗成黃色跟紅色的 所以這個表格 你就自己注意一下 課本上面 我有寫 那其他的人稱也是 你看 就剛剛只有jo跟度有改變 比如說其他跟他在一起 我們唸 conel 你看這就沒有改變了 還是用阻隔那個人稱 對不對 跟女生那個他在一起 conesia 好 複數型 陽性複數 conesios 陰性複數 conesias 所以你就可以 應征老師剛剛講的 就只有第一人稱 就度 我搭配介系詞 他的那個拼寫方式 會有改變 其他我都還是用 組隔的那個形式 ustedes也是 你可以看到 跟ustedes 跟您 跟ustedes 跟您們 我們看範例 這個第一句話 有很多西班牙情歌 都是他裡面的歌詞 來 我們唸一下 這每一個字你都認識 quiero estar contigo estar contigo quiero還記得嗎 是什麼動詞 原型動詞是什麼 我們都有特別解釋 有沒有 querer 我還叫你們特別操在旁邊 因為課本上 我並沒有把它編寫在那個表格裡面 讓你們單獨去把它 把這個querer 這個動詞變化 六個 quiero queres quere queren 請你們寫下 還記得嗎 去翻一翻有沒有做筆記 還在吧 應該有嘛 就是這個字 所以我要就是quero 它是一個助動詞 所以後面加上原型動詞 estar 在 跟誰在一起 contigo quero estar contigo 嗯 嗯 嗯 那如果老師現在問你 我要跟你們在一起 怎麼說 我要跟你們在一起 quero estar con vosotros 對啊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只有jo跟do 他在搭配 他在搭配介系詞的時候 他那個人稱 拼寫方式會改變啊 那其他都沒有啊 其他還是照原來 主格的方式去寫啊 所以跟你們在一起 我還是說什麼 quero estar con vosotros 好 我們看第二句 那如果跟我在一起呢 el muchacho quiere estar conmigo el muchacho quiere estar conmigo 這個小男生 muchacho我們講過嘛 muchacho大概是小學生吧 那個年紀 幼稚園畢業了小學那個年紀吧 有沒有 小小幼稚園大概還說 比較輕易還會叫他什麼 nino 小女生 nina 對不對 不是罵人 muchacho 小男生 小女生 muchacha 西班牙有些音念起來蠻好聽的 muchacho muchacha 好 跟我在一起 conmigo 這個是固定的說法 好 第三第四句就是剛剛有幾個 那個mi跟d 我沒有列出範例 好 現在這邊有了 好 第三句我們念一下 este este regalo es para mi regalo es para mi 好 這個禮物是給我的 就是剛剛老師跟你說英文 我們不是說為了你 為了我 for you for me 對不對 就是這個 para 是一個介系詞等於英文的for 為了 你看這邊 para me 你要改變啊 你不可以再用什麼 para yo 不行 一定要變成mi 有沒有印象 我們回去看 對不對 解系詞 yo這個人稱搭配計系詞 一定要改成mi 對不對 那你的話改成d 有沒有問題 如果課本表格有的話 你把這個範例抄在表格 課本應該範例也有吧 對啊 好 我們看第二句 這本書是給你的 este libro es para ti es para ti 這本書給你的 para ti 那老師現在問你 那我們改一下 這本書是給你們的 怎麼說 este libro es para vosotros 所以yo跟杜這個人稱 搭配介系詞 才會改變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還是用阻隔的方式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再來 我們講一點比較難的了 稍微有點困難了 我們 講這個非中讀人生代名詞 他當直接受詞 直接受詞在西班牙文 因為語法學家 他們有不同的階段 所以不同階段的那個 語法學家 他會有一些 西班牙語的名稱不一樣 像有叫做acusativo 那你們可能比較熟悉的 就是第二個complemento directo 可能跟英文很像吧 英文的直接受詞怎麼講 direct complement 是這樣嗎 西班牙語也是 一般我們在做句法分析的時候 我們會用第二個complemento directo 因為它的縮寫就是 下面這個括號 se de 就是直接受詞 那這個se代表 就是前面那個complemento 補語的意思 complement de就是directo 直接的嘛 直接受詞 那這一頁我們講的就是 非中毒人稱代名詞 如果你翻回去剛剛那個表格 就是在第三欄的 非中毒人稱代名詞 那陽性的我們就用lo來替代 陰性我們就用la 複數型我們就用los 陰性的複數我們就用las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看第一句 一般我們在做句法分析的時候 事物 東西 會當直接受詞 人 是當什麼 間接受詞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應該很容易理解啦 人是怎麼樣 比如說我把這樣東西 交給你 英文你會怎麼說 give it to you 對不對 對不對 可能多一個間接 to to you 代表間接受詞 人是怎麼 人是間接受詞者 我間接拿到這樣東西 那事物呢 是動詞的直接受詞 這樣東西直接拿起來了給你 你這樣去想 那如果這個句子裡面 你找不到事物來當直接受詞 有時候我們會把它解釋成 那人就來當直接受詞 這是最後的情況 最後的辦法 所以你看第一句 老師弄這個範例 命令是 我們班有教過了嗎 我忘了 我記得好像那個有 周方 你們那班時候有教過了 命令是 那時候好像有 因為有時候沒學習班上的進度不一樣 有時候有上到 有時候沒有上到 那課本是在第六章吧 還是第七章 有命令式 但我們未來幾週會教到 就是配合動詞的實態 因為命令式的實態 會用到那個現在虛擬式 我們會再教 好 我們看第一句 加碼美我們直接念了 來 同學跟老師念 我們先念左邊 左邊這個 當直接受詞的非中毒人稱代名詞 第一個美 第二個是得 第三個 第三人稱 露 或是 拉 再來 複數 Nos 第三人稱複數 陽性 Los Las 你也可以回去對照剛剛那個表格 來 我們看範例 右邊同學跟老師念 Yamame 打電話給我 這是一個命令式 因為你找不到事物來當直接受詞 那他就把它施為直接受詞 第二句 是 Déjamare luego Déjamare luego 我待會會打電話給你 Déjamare Déjamare是未來式 未來式 那未來式的動詞非常不難 同學 你有空就回去點閱一下 開放式課程 已經錄好 放在線上了 你可以上去點閱 好 第三個 Los Déja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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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语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所以我用ロ 这个阳性的 非中毒人生代名词 来替代它 这样了解吗 这个ロ有点像英文的什么 IT IT 你这样想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所以西班牙语就知道说 它多了一个麻烦是什么 它有阴阳性 你要搞清楚 那同学都会问老师 那我到底怎么样才会知道 说这个是阳性 还是这个是阴性的名词 怎么办 查字典 你问我 我不确定的时候 还不是要翻字典 才能跟你讲正确的 查字典 就是要查字典 所以你们其实 你手边应该要去买一本 词典 西汉词典 工具书 好 我们把这范围看完 来 复数型 Dinos D 是你说 英文那个say 第一它的原型动词是 desir 这个我们有教过 它动词变化了 desir 课本上有在78页 还是77页那边 有这个动词变化 那命令是 你就要翻到第六章 第七章那边去看 第一是你说的意思 下命令 对你下命令 你说 跟谁说 跟我们 Dinos 比如说 好像你们切切私语 然后我们想知道 Dinos Dinos 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 怎么了 Dinos 好 那我告诉你们 Voyah desiros Voyah desiros Voyah Voyah 是将要的意思 它有这个未来 有点像英文的 be going to 我将要怎么样 我将会告诉你们 好 最后一句 复数型的 Los Bongo En la Mesa Bongo 还记得吗 这个动词 我们有讲过 放 我把这个东西 放在哪里 Mesa 这个桌子上面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los 它替代的是什么 单数还是复数的名词 复数 阳性还是阴性 阳性 所以你可以想象 比如说 我们这边有好多书 或是你老师叫我 搬了好多书 Muchos libros 然后把这些书 Los Bongo En la Mesa 西班牙人一般来讲 他之前提过的 那个名词 他讲过一次 第二次 他可能都会用 这种代名词 来替代 他就不会再讲说什么 Bongo Los libros En la Mesa 他不会这样讲 他就是Los Bongo En la Mesa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讲完 因为快结束了 好 进阶授词 来 这边就很完整了 这边就把直接授词 还有进阶授词 通通都混合在一起 那你还是看左边 左边 间接受词 我们先看上面 对不起 西班牙语你可以有两种说法 叫打底部 那你可以用 complemento indirecto 我们在做句法分析班 看到是下面的 用这个complemento indirecto 就是间接受词 那缩写成se-i 好 左边我们念一下 me de lay nos os les 所以你看到 还是只有第三人声 有改变 那lay代表 比如说给他 或是给您 les代表 他或是您们 他们或是您们 我们先看第一句 第一句老师还是用 命令式 缩写的方式来介绍 我们念 damelo da 是给的意思 原型动词是dar dare 英文念就是dar dar 给的意思 所以 da 是对度下命令 你给 你给谁 me 是谁 我 那lo 是什么 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是阳性还是阴性 阳性的名词 就是这个名词 这个东西 我们再给它一个名称 是阳性的名词 所以 我通通缩写成 用代名词 来替代 这个在西班牙语里面 你经常会听到 所以 你们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就是 一开始 你已经知道说 我们在讲什么了 给我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句话 给我一本书 或是给我一杯水 那个杯子 vaso vaso de agua vaso是阳性淡数的名词 所以 讲到最后 你的朋友就跟你讲说 给我吧 dame lo dame lo 这个 lo指的是什么 就是那杯水 这样了解吗 他就不愿意再去重复 再讲那句vaso de agua 他就太啰嗦了 我们讲话有时候 会好意无老 那另外一种方式来讲 就是 我们讲话 有那种经济的取向 反正我用最少的字 表达我的想法 你听得懂 这样就好了 不用浪费口舌 是不是 什么时候你会 会浪费口舌 讲了一大堆话 不找边际的 哪时候 你在求人家的时候 在那拐弯抹角 又不好意思讲 在那吞吞吐吐的 才会讲一大堆话 那什么时候 最经济有效率的是什么 骂人的时候 一个字就够了 对不对 铿锵有力 全世界语言都一样 好 dame lo 好那这边有个重点 请你记下来 me你知道是间接受词的吗 对不对 lo是直接受词 这个顺序是固定的 你先记得 这个是一个原则 dame lo me 间接受词 一定要放在 直接受词 lo的前面 这个在任何的 不管是缩写 或是其他的句子结构 都是这样 你就这样记下 以前有老师这样讲 我先当学生 有老师介绍 解释是说 每 我们班都是人 当间接受词 人对不对 那事物呢 当直接受词 所以你一定要人物 人在前面 物在后面 人物 你不可以倒过来 倒过来怎么样 物人子弟 就不好了 好 我们看第二句 好 de当间接受词 来 我告诉你这件事 de lo di lo lo 替代的就是 我要跟你讲的那件事情 它是一个中性代名词 你就把它想像成IT 不管你前面讲到多少事情 像我们刚刚老师跟你讲说 1060年度我们 课程会有很大的改变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终极西文课 可能没办法开了 等等 好多事情 可是我就用lo来替代 我刚刚讲的那么一大堆话 这样了解吗 所以lo 它是直接受词 我说了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 要用单数 这个中性代名词lo 替代过去 之前讲的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多少 反正就是这个事情 这一回事 那de是间接受词 你看 它的顺序还是de在前面 再来是lo 那这句话 第一个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动词 现在是 这个情况下 你的 那个非中毒 人称代名词 通通要放到 动词的左边去 那第一句 是命令式的缩写 才会写成一个字 那第二句 是一般的句子 那一样 还是间接受词 直接受词 再来是动词 这是一般的句子 好 第三句 你把这句抄下来 那你在旁边再写一次 在旁边再写一次 本来应该是写作 le lo doi 本来应该是写成 le lo doi 我看我可不可以写 可以 本来应该是写成 le lo doi 但是这样是 le 这样是错的 吧 打不出來 LELO DOI 是錯的 這沒辦法 用那種打叉的 你心裡記得 LELO 是錯的 本來應該是寫成 LELO DOI 我前面打叉 你就知道這句話是錯的 本來照左邊 進階非中毒人生代名詞 第三人生是用雷 我給他或是我給您 這個雷可以代表他或是您 本來應該寫成什麼 LELO DOI 對不對 這個情況下 就是這個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把雷改成前面那個SE 前面那句話才是正確的 SE LO DOI 一定要就這個情況下 也第三人稱 SE LO DOI 本來應該是說 LELO DOI 你如果照左邊 列出來的 非中毒人生代名詞的形式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把它改成 LELO一定要改成SE 有一種解釋 有一種解釋是說 這個LELO 這個LELO 聽起來不好聽 聽起來像什麼 像DONDO DONDO是什麼 你知道嗎 DONDO是笨蛋 字典有啊 STUPID DONDO 所以他覺得這樣不好聽 DONDO LELO 所以把它改成SE 所以這是 那個反聲代名詞SE 就是你們背的那個SE加碼 這個SE唯一 替 當作 進階授詞的情況 SE LO DOI 好 我們看 再來給我們這本書 TRAINOS E LIBRO 下一句 TRAINOS E LIBRO E LIBRO 像這句話老師他把 那個E LIBRO他要講出來了 那你如果要更簡潔的說 怎麼說 TRAINOS LO 有沒有聽懂 這個E LIBRO就用LO來替代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E LIBRO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LO來替代 就像第一句話的形式變成 TRAINOS LO 那要不要打上中音標 要 TRAE TRAE 你一定要保持原來TRAE 這個動詞的發音 它的中音的念法 你如果不標上去 中音本來應該變成要落在這裡 TRAINOS 不對啊 你TRAINOS 你唸出來就不是TRAE 那個音了 所以這時候一定要把中音標給打 打上去 TRAINOS 後面不管接了幾個音節 你就是一定要保持原來中音 那個動詞的中音的念法 好 我們看到數第二句 OSLOBANA EXPLICAR OSLOBANA EXPLICAR 你看也是間接受詞在前面 LO 我將要跟你們解釋這件事情 EXPLICAR 是解釋 跟英文拼法一下 Explain 那一樣間接受詞直接受詞 再加動詞 這個句子結構是這樣 好 最後一句也是 SE LO DOI 只是這邊的SE 這個人稱這個SE 你現在有發現了吧 他替代的可能性是單數第三人稱 或是複數的第三人稱 我們通通都用SE 那你會問老師 那我到底知道他是第幾人稱呢 西班牙人要怎麼說 西班牙人 如果你沒有聽清楚 他們會這樣跟你解釋 比如說SE LO DOI 他後面會加一個鍋 那個強調的語氣 叫 比如說 A USTEZ 那這樣你就知道這個SE代表的是誰了 對不對 那最後一句呢 如果是給您們呢 我要怎麼講 SE LO DOI A USTE DES OUSTE DES 這樣就很清楚了 那如果這個SE不是您呢 變成誰 假設是ANA 就改成A ANNA 好 這樣就很清楚了 那他如果沒有講出來是 前面那些對話 我們都已經很了解 我到底是要給誰啊 那個人稱到底是誰 你我都已經很明白了 所以我就這樣講 SE LO DOI 那萬一另外一個突然間插進來一個 第三者 你在講什麼話 為了表達清楚 他會說 ANA 會把這個人稱很清楚地告訴說 給ANA的 這時候就會講出來 或是給您 給您們 我們語言 你要把它表達清楚 都有補救的方式 那 再來有練習題 那同學你就上去FLIP去看 FLIP 老師有放這個練習題在那邊 那練習題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繼續 我也有解說 老師也有解說 所以今天的課程活動 在教材 這邊 第二週 本來這是下週才錄 那我想說 我們能多錄一點就多錄一點 所以我就提前到這一週來了 所以你們可以去點閱 那第一週我還是給你們做課程介紹 影片上面也有 所以你今天回去後就可以點出來看了 在我們的FLIP網站網頁 就跟今天這個一樣 最後這邊 人稱代名詞 有練習題請你去寫 好不好 好 其實練習題就是在課本 後面的練習 我從那邊抓出來的 抓出來比較幾個代表的題目 所以你去聽 聽老師的那個解說 那有問題 我們就照我們的方式 就翻轉教學的模式 你可以在討論區這邊 提問 我都會回覆你們 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上課的 大概方式是這樣 那如果你有空的話 終極西班牙語課程介紹 這邊也有 今天這部分我想你就自己 回去看 因為很多同學都是舊面孔了 終極西班牙語 我們使用的授課方式 是翻轉教學 總共17週 我錄了17週 每一個主題 同學你 就是這一學期 你就把握機會 方式與要求 就是Flip上面的這些影片教學 你大概就這學期 可以不斷地重複點閱 那下學期就沒有了 你們應該這學期 沒法看到上學期 Mind了吧 不行了 應該是不行了 所以你就把握 那如果未來你還 需要就是 西班牙語的學習 那就是過來這個 開放式課程的平台 這邊 像今天錄的影片也會 放在這裡 我們今天錄的還是會放在這裡 那Flip Flip那個平台 只是 針對我們南台本校的學生 才看得到 第三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隨時查看 麥克風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上到這裡 資訊 作業 考試 等等 其次 每位同學 有些人 可以 其實 有些人